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船 光屏造价就达到了1亿元 只靠晒晒太阳就能环游全世界 这样靠谱吗 其实它正是德国打造的一艘特殊船只 可以看到它的甲板和船体上遍布太阳能板 面积达到了500平米 整个外形看起来像极了一个大运动 海水量甚至达到了60度 为什么会设计出如此奇葩的船 海上航行的货轮和邮轮都需要用到燃油 这可不是像飞机那点邮能搞病的 因此设计者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环保办法 那就是利用太阳能 这样便能实现边晒太阳就能环游世界的想法 观察仔细的朋友可以发现 在轮船的两侧 分别都安装有两个28米的浮板 整艘船从正面看起来 竟然是到三角形设计 其实这样有许多好处 第一给船只带来强大的浮力 第二便是支撑力了 从它的名字就能知道 全靠太阳能来给船只提供能量让其行驶 要是遇到太阳光足够充裕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上可获得480度电 除了日常生活用电之外 这些电都被用在了隐藏在下方的涡轮喷气室发动机上 因此最高航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7公里 为了预防紧急情况 所以还有一部分储存的能量可以维持三天航行